这弱点杀得非常好 杀到他正手区这个位置 他不好打的位置 相当别扭的一个位置 从一路领先到目前让 王岁跟高龄已经是追赶上来了 韩国队目前这几分要小心 他们知道现在进攻反而效果不好 所以看他们有进攻的时候 他们也不急于进攻 让中国队先攻 两边在做一个交替 我们看一下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他要把球打到后面 想放这个盾 有可能教练给他们布置的战术 就是打手中反攻 19比17 短 第一局目前对韩国的李静元跟李孝真而言 现在这几个球处理的不急不躁 果然是帮助自己率先 在第一局拿下了20分 在第一局拿下了20分 现在看看game point出现 越打越重 这个球应该算是第一局 黄瑞打得比较是像他以往习惯的一球 对 相当的重也快 远续的进攻 最后一派就攻到对方的那个边线 是 18比20 再拿一分的话还是有机会 接连还是最后李孝真的这一派21比18 让来自韩国的李静元跟李孝真先拿下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收看观众我们回到现场 这场女子双打的冠军决赛 第一局韩国的李静元跟李孝真 21比18 首先拿下第二局刚刚开始 第一局有点对中国的黄瑞跟高龄儿 有点没打回神来的感觉 好第二局下来 乘胜这一集马上的抢攻 韩国拿下第一分 李静元这几球开得很重 非常有耐心打得不急的进攻 是 有了 看看黄瑞的一个重炮能不能慢慢的顶上来 开局千万要压住他们 如果是让他们的气势再这样保持下去的话 就非常难打 好球突然间突然间变角度的变化 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打法就是你故意去创造对方那种紧张的气氛 你根本不知道这球到底是来真的来假的 对对对 判断不出来你的球路的路线 是2比1 哎呀想要等到最后一刻来闪身攻击 或者闪身来拉这个球还是慢点 李孝珍的球就如果是他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面 他的球非常凶 如果在他移动的时候 他的失误率就会增加了 说着说李孝珍这个球还是角度上打得大了点 现在我们看到两个人呢 其实在李靖元跟李孝珍的这个搭配上 李靖元算是在场上安定情绪的作用 是的 3比2 哎这个球又是李孝珍球没打好 直接有一点点这个打到了拍框 4比2 短 好接连又是现在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当然了这个李孝珍啊连续今天打了两场 而这个时间点算是他比较低潮的一段时间 对对精力体力有所下降 再一个中国队的进攻已经比较明显抓住他 对攻进攻他比较多 尤其攻他的反手反手区的地方 波比2 哎好球这球压得很早 尾球是黄碎的一个失误 3比5 扣坏一下对方的发球节奏 嗯 这个球两个人原本都打两个人也都放还好这球出界 6比3 第二局感觉上中国队这边打的是要比较活药一些 活药很多 从开局就可以看出来了 是 短 好 这点几个现在感觉出来打得灵活多了 对这一个球就是体现出一些基本基本东西出来了 拍拍数啊有的近战尤其这一拍攻的好守的也好 是多拍进攻这些精彩程度也出来了 7比3 来这个球打到拍光 黄在这个球想要最后一个瞬间想要突然间拉起来 4比7 哎可惜了好不容易追回一分这个发球自己给送了一分8比4 李静元在第一局也曾经被抓了一个发球的犯规 李静元在第一局也曾经被抓了一个发球的犯规 短 好球好球好球已经预测到对方的来球方向 这就是一个连贯性进攻的连贯性从后场逼迫的一直到前场 嗯 都是一个人完成的基本都是基本技术 拂杀 哇一切合成啊 对 9比4 短 好 这一球偏 边线界外 嗯 5比9 所以目前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在中国这个组合当中 还是黄色的失误要多一点点 对对对他的基本动作来的就是说跟高龄比 的 我后面听到李静元 这个犯规模